吐槽 刚刚问我爸 如果我在新的一线买房 这个能支付我多少钱呢 我爸说 这个问题应该问你妈 家里的大钱都在你妈手里 然后我说 你就一点存款都没有吗 结果我爸就发了一个窘迫的表情 就没话说了 我是独守女 家里就是普通三线城市的工薪阶层 一直以来呢 我爸妈的钱都是分开赚分开花 他说这话不就是给自己一个好听的说法吗 之前我问过我妈同样的问题 他说可以首付和我一人出一半 还说呢让我不用去问我爸 说呢他呀从来不知道从前 而且呢就算有钱也不会拿出来 感觉一直以来 我爸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 就说我以后 我这个女儿的这个路怎么走 就劝他知道我以后不会结婚 他也没有考虑过要不要给我存钱给我买房啊 他可能就觉得我能活着就行了 其实他也没有付出过什么 都是我妈在管我 然后网友们就这个评论了啊 你看很多独守女的这个爹啊都是 有的这个网友这么评论说 大部分爹都这样 只管自己潇洒 部分呢出了点生活费啊 就会到处说自己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有多努力 分开赚分开花 男人不用生孩子 自己钱依然自己花 白得了一个后代养老工具 可是呢也丝毫就没有自己的女儿啊 投资 买房 这种打算 完全没有 而且呢还会卖惨 说自己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呢 也是我妈在照顾她 真的啊 结婚就出了一个屌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感 所以说啊 结婚真的对女性啊 没什么好处 自己赚钱自己花 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吧 还有的说呢 我妈过生日 我给三千 我爸过生日 我发两百 我就糊弄过去了 过年呢 这个我也就随便的啊 给我父母分着啊 就打发打发他们 就像我爹这种啊 什么不想付出 还想让我好好的养活他 可能吗 做梦吗 还有的说啊 男就这样啊 只顾只顾他自己的 懂了吗 我们家也这样 我爸呀情商低 脾气大 家里啊 支出啊 这个都是我妈出 我爸基本不交任何的家用 我买房的时候 我妈支援我 我爸呢还不太情愿 说一般都是男的买房啊 我生的女儿六个月 从知道 我生的是个女孩开始 我就不停的跟这个老公 这个唠叨 我说以后要好好赚钱 给女儿买房 然后呢 我老公说呢 哎呦 我不断赚钱给他买房 我还要赚钱让他去抱养小白脸 瞧瞧啊 这就是男的最脸 男人一看啊 生的不是儿子 生的是女儿 基本上他就不愿意说 在女儿上上投资 还有的说啊 我妈说我爸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当初啊 家里买房 他说没钱 装修也说没钱啊 然后就这样了 他还在外面吹嘘啊 新房子是他买的 看我妈当时冷笑一声 想说点啥 我爸马上凶了他一句 让他别说了 你看啊 吃软饭 他还有软饭硬吃 所以啊 作为男人真好啊 小时候父母养 结婚了老婆养 等他老了就靠女儿养 想想都要气死了 而且呢 所有的爹都认为啊 女儿不需要买房 还有的说呢 这个很多男的 是真的不会理财 也不会存钱 他们就觉得呢 我呢 就是一个建设银行啊 可以 我可以通过嫁人来 这个获得一套房 这就是我这个我爹的想法 还有的说呢 这男的呀 他也不是不会存钱 而是根本不用 上有呢 这个爹妈可以啃老 内有呢 老婆呀 节衣缩食 老呢 还有孩子 有女儿养老 一辈子不用攒钱 啊 挣多少 花多少 多爽 还有的说呢 我买房 我爸一分钱没出 我妈给的首付 因为我爸觉得我是女儿 就自动默认白了 不攒钱啊 从来没有替我想 从来没有替我的前途命运着想过 很多人啊 说独生子女不会什么独生女啊 不会种男情流 我就觉得想笑 如果我是个儿子 我爸会一点钱都不赚吗 还有的说呢 男的都这样 我爸妈离婚 我爸什么都没给我 说就是忘了 我之后啊 买房结婚呢 都是我妈管的 而且呢 我爸不仅不出钱 还一直的惹事 让我和我妈给 给他花钱 你看看啊 多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缺解的想说啊 这就为什么 男的拼命的忽悠女的 在结婚后 给自己生孩子的原因 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男人想忽悠这个女人 生孩子 给自己生孩子 最大的原因就是啊 通过孩子来绑定这个女人 拼死拼活的 赚钱养家 养自己 养自己的同时呢 还给啊 自己养孩子 通过孩子 你才能吃到女人的软饭吗 你不通过孩子 哪个女人说 我就平白无辜的 白养你个大活人 你看看很多这个 到这个 夫妻吵架的 这种小组里去看一看啊 就他老公啊 失业在家 一两年没工作 基本上老婆就想离婚了 因为没孩子嘛 没孩子 谁不想跟你离婚呢 谁愿养你个大活人呢 是吧 这就是男人 为什么拼命的忽悠女的 说你得给我生孩子 首先呢 就忽悠到了 就绑定了一个饭片了 孩子就是绑定饭片的工具 第二呢 孩子长大后可以给自己养老 有些女儿啊 伺候自己 你把这把尿啊 女儿不就工具吗 养老工具吗 吃孩子啊 可以吃到 他死 这个渣爹啊 死了为止 第三呢 你看啊 纵观啊 男人的这一生啊 大多数男的这一生啊 都是吃父母 把父母吃到死为止 肯老吗 吃女人的软饭啊 从女人跟他结婚那一天开始 不是不一定是结婚啊 可能是没结婚就开始了 同居得算 哎呦 他不就通过孩子 把这个女人的软饭吃到了 再加上 吃孩子 养老 养到他死的这一生 你看这男人这一生过得多爽啊 这就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啊 生孩子 所以说去就去啊 就是如果你们对 这个男的不是那么的笃定 百分之百的满意 比如说你对他的基因不满意 包括对他这个父系家族的基因 比如说对你这个公共的基因不满意 你也不要生孩子 对你这个婆婆的基因不满意 你不要生孩子 你像曲姐 聊到一个这个开菜店的这个老板娘 这个浙江沥水的 这老板娘呢 是跟他婆婆啊 这关系非常差 看他婆婆就生气 气得他这个甲状腺就已经节节了 已经得了甲亢了 眼睛都吐出来 气成这样了 结果他生出了跟女儿呢 跟他老公长得一模一样 而他老公和他婆婆长得一模一样 也就是他女儿和他婆婆长得一模一样 那不就生出一个就看着女儿又生气的这么一个孩子吗 就想到他婆婆的这么一个孩子吗 就小婆婆 你说你这何苦呢 你对你老公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对你婆婆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然后你生出个孩子呢 跟你婆婆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年轻版的婆婆 你说你不是跟自己上演样了吗 所以说缺姐一直在强调 在很多视频都强调过 就是你生孩子一定要三思 有一点怀疑 有一点的不满意 你都可以推迟那双孩子 不一定啊 你要非要定课 你可以说推迟一下 你跟这个男的啊 就是结婚以后 三五年之内 至少五年之内吧 你先别生孩子 你先看一看啊 这个家啊 这个男的家怎么样 然后这个男的啊 跟你生活在一起 各种习惯呢 还有观念上啊 差不多了 你觉得什么啊 就就就非常的笃定 你在生 生了呢 你也啊 就 就什么呢 开盲盒嘛 你得认命啊 这缺姐就劝什么 你生了你就生一个 别再生什么第二个 第三个 你生第二个 第三个 都是对你第一个孩子的 不负责任 你第一个孩子是很难受的 包括缺姐这个二胎 缺姐都觉得啊 缺姐的父母 不应该生缺姐这个二胎 你缺姐的姐姐 对缺姐特别不满意 这就莫名其妙的 他就要踩着啊 打压着缺姐 你说缺姐呢 比他啊 就可能是这个盲盒 开的好一点 智商比他高一点 哎呦 他受不了 缺姐就认为啊 就缺姐不应该出生啊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家庭的资源 都给他一个人比较好 他资质平平 他就应该享有 全部的资源啊 他就会比较快乐一点 所以说 这个缺姐就认为呢 一个是 女人生孩子 不要着急生 第二个 你要生你就生一个 不管是男是女 你就生一个 不管什么资质 你也就生一个 你认命 开忙活得认命 这就是缺姐的观点啊